無論閣下的上星還是太陽是摩蠍座 香港人又叫生陽座 在農曆八月半隨著初一的柱女座生月對你們的影響會如何呢? 首先你們是會有旅行運的 但當然現在因為疫情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封關 即是浪費氣 不過又這樣 因為我之前都強調過 無論在上、上、上條對全人類影響的基本影片 還是之前星期四在怪談都解釋過 其實每一次生月的能量不單止是一個月 最長是可以很久的 多久呢? 你們可以去看那條片 或者去看星期四晚怪談的Live 即使是不能夠旅行 但是對於一些海外的事務 其實你們都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得益 例如你們去海外投資 買美股 或者移民這些議題方面 都會得心應手 或者你們想著去繼續讀書進修 或者是跟一些外國人去打交道 或者是去考試 或者是去做一些出版 傳媒方面的行為 都是會無往而不利的 而且如果不限定你們最近惹上官非 在這些法律事務方面都會有一些順利的成果 說實話 如果是想移民的話 儘管看看你們可不可以趁中秋之前搞定 即是10月1日的 那我依上講的這些東西 尤其是尤其是 如果你們本人的星盤裏面 在土星星座 或者水星星座 有行星在二十五度 或者附近 例如一兩度 附近 可能是二十七 二十四 或者二十六 二十七 那我上述說的那些東西 你們的感受是會更加強的 對了 為什麼會去到一個這麼 precise的倒數呢 因為這次這個新月 其實就是發生在儲女座的二十五度 還有它也是三分了在market座的二十五度的土星 所以這個二十五度 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角度 一個倒數來的 好 我剛剛說的 如果在你們星盤 土星 或者水星星座 二十五度 是不是 什麼叫土星 什麼叫水星星座 有興趣 可以去comment 那裏問一下 另外 各下的家庭 就會有少少的茶煲 那 什麼叫家庭呢 可以是一個physical 的家庭 或者是一個conceptual 即是家的概念 這些方面都會容易有些問題 或者是尤其是牽涉到一些淺硬的問題 例如什麼呢 我當你們裝修半屋 但是呢 千萬要去注意一下 不要讓他爛尾 或者師傅在不停拖 尤其是大家想想一下 因為剛剛過了農曆七月 是不是 那七月的人是不裝修半屋的嘛 然後現在的東西一次過 可能很多人都在這裡裝修半屋 那是不是會容易造成一些阻礙呢 然後 剛好你們剝結了的朋友 香港人又生養了 那就是在這個農曆八月 在這些家庭的事務方面 是會容易有一些問題 所以真的要整個過程 那如果不是這個物理上的家庭 這個切切實實的磚頭家庭 那我都說了 它可以是一個 總之是關於家庭事務的 例如你們的父母 小心他們的身體健康 或者 總之為了家庭的事 你們是會覺得很忙 很煩亂的 那我又帶一個比喻 可能那些小朋友 現在開學了 但是還在家裡網課 那他們可能經常要留在家裡 然後你又要在家裡看著他們 那可能是因為這些事情 所以會令到你們是很頭痕的 那之前提了你們 最好就是中秋前 搞好移民的東西 那如果也剛好你們家庭 有一些大的錢 有這樣的活動 都最好是中秋前搞的 什麼叫家庭錢大的活動呢 其實我想指 如果你們去買樓 租樓 賣樓 因為牽涉了家庭 還有一些很大的錢 所以最好都是趁中秋前搞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最多拖多兩三日 因為中秋前搞就是一個吉時來的 為什麼要中秋呢 因為中秋是滿月 滿月代表圓滿 所以最好就是趁這個圓滿之期 之前就去圓滿了你們移民 或者這個家庭錢銀 大錢銀的活動 還有最後提一下你們 如果真的在這個農曆八月去做一些大錢銀的大決定 即使是我一開始說過你們會有運的海外投資 其實都最好是冷靜一點一點 因為其實對於一些錢銀決定 這個農曆八月你們會比較容易是意氣用事 會容易是做錯了決定 然後後悔收場 不是說賣廣告 但如果你要徵詢意見 可以去找我去塔羅 或者做那個尖聲卜掛 去看一看那個情況再做一些決定 不過最最最後都請你們一些提示 在這些方面 尤其是錢銀的大決定方面 其實你們都有一些貴人 可以是什麼貴人呢 可以是你們的子女 如果你們已經是有小朋友的話 當然不是說一兩歲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一個金錢的貴人 可能他已經有差不多的年紀 他也有差不多的財力 或者是有差不多的智慧 可以幫到你 總之是你們的子女 或者是你們的男女朋友 記住 這裡很明顯是男女朋友 而不是老公老婆 記住 或者你們的男女朋友 他們都可以是你們的金錢方面的貴人 可能真的會給到一點點錢 給你們去洗一洗 或者在一些財務上的決定 都會給到advice 但最後 如果真的要做一些很嚴重的決定 最好就是去找我尖一尖卜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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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